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民宿记的灵修 要从第十六章继续的来看 从十五节到三十五节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 十五到二十二节 摩西就圣发怒 对耶和华说 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贡物 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批驴 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 摩西对可拉说 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 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 个人要拿一个香炉 共二百五十个 把香放在上面 到耶和华面前 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 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 盛上火 加上香 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门前 可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 要攻击摩西亚伦 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 耶和华小遇摩西亚伦说 你们离开这会众 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 摩西亚伦就服务在地说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摩西面对这些反对党领袖的反应 心中的感受 反对党的领袖 他就歪曲了真理 反对党 你必须注意 前面一开始提到四个反对党领袖 之后带领了250个领袖来反对 之后从这里250个演变成全会众 你看看这种的谎言的扩散 带来全会众对摩西的敌对了 不过主耶和华的怜悯出现 于是有荣光显现在会幕之上 这个时候主耶和华小遇摩西亚 你赶快离开这批人 我要击杀他们 意思就是要把会众击杀 哇 摩西亚伦赶快俯伏在地 来向主耶和华求情 他们说犯罪的不是所有人 难道你要击杀所有人吗 那么到底主耶和华有接受摩西和亚伦的恳求吗 那么就要看从23节以后的段落了 经文我们不一一读出了 各位可以自行阅读下面的经文 非常触目惊心的 首先23节给我们看见 主耶和华接受了摩西和亚伦的恳求 因为亚伦是大祭司 主听了 接受了大祭司 为百姓的祷告 于是主就对摩西说了 你要叫百姓远离这些反对者 那要做什么呢 因为审判要来到了 那么之后的经文就记载了 这一群反对者所遇到的审判 那就是主让大地开口 于是就吞灭了可拉以及可拉的后裔 那么大地开口 可能用现在的角度来看 也许是有一个很大的地震 使得地裂开 而刚刚裂开的地方 就是可拉和可拉后裔的帐篷 于是他们就全部被大地吞灭 那其他250个人呢 就有烈火从天而降 把他们烧死了 这就是反对者的下场 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 当时主耶和华审判的快速 原因不是旧约的神特别残忍 常常我们误会了 而是面对两百多万的群体 当抱怨开始慢慢恶化成攻击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整个群体的同心 就完全被破坏了 主的审判必须快快临到 否则整个群体都会被灭亡 因此在这个段落里面 主耶和华好像用了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让这一群反对的领袖完全灭亡 使得他们那个邪恶的影响力 马上终止 否则这一大群子民前途未卜了 那么这个审判经历的记载 的确提醒我们 不过让我们关注的焦点 从审判的产烈 转移到这群反对者心灵的状态 这群反对者正如上一集所讲的 他们歪曲了真理 比起在第十四章 百姓的抱怨 那真是更上一层楼了 在第十四章 百姓的抱怨是 摩西啊 你怎么带领我们出埃及来到旷野啊 那个地方我们还有东西吃啊 现在没有东西吃了 这是十四章所记载 百姓抱怨的内容 但是到了这个世界呢 他们的抱怨就更上一层楼 不只抱怨摩西带领他们 出了埃及来到旷野受苦 更把埃及的受苦 美化为流奶与蜜之地 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那就是当一个群体的信心败坏了 信心一旦败坏 只有越来越败坏 意思就是信心的操练 不进则退 当他们对主耶和华的带领开始怀疑 没有马上转变的时候 这种怀疑 这种不信 只有越来越加剧 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之中 也带领我们 信心必须越发加增 而不是站在原地不动 因为属灵的事情 不进则退 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之中 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信心 不断长进的经历和见证 我们非常期待您的分享 让我们从您的经历和分享之中 一起得到激励 也一起努力 靠着主的恩典 信心越发加增 愿主祝福你 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